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油耗的问题承认空调开着是很凉爽 可是毕竟也是需要动力的 而这动力从哪来 不用说是发动机烧油带来的 那么开一小时 空调需要耗多少油呢 这个问题必须要掌握 因为关系到我们会不会在遇到堵车的时候 因为开空调而导致油量不够 跑不起来的后果 之前有专业的网站做过一次测评 用的是大众组腾1.4升涡轮增压和一台高二夫 1.6升自然吸气的做了一个对比 首先记录了两辆车 在怠速夹开着空调的状态 计算了两个小时的耗油量 然后再次加满油 这次关闭空调 只记录怠速的耗油量 最后两个数字意见 得到测试的结果为 大众速腾两个小时空调的耗油量是0.81升 平均一个小时0.45升 高二夫的空调耗油量是0.68升 平均一个小时耗油量是0.34升 按照这个数字来看 它们的差别不大 不过无涡轮增压的耗油比高二夫的耗油高一些 不过空调耗油的差别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当然这些都是小排量的 不过纯怠速来看的话 速腾一个小时耗油可是要达到2.1升的 毕竟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不能不开空调的 所以这么算起来的话 一小时连带速带空调 速腾需要耗油1.3升 高二夫需要0.45升 所以在遇到大堵车的情况下 就要考虑好你的车到底够不够长时间开空调了 如果看着油表不够 还是乖乖的熄火下车等候比较好 当然了 及时加油也是个好习惯